五官精致 但是偏担保 不够厚重 服运一般比较浅 但是五官界限比较清晰 不拖泥带水 坐视干脆利落 利于职场打拼 尤其是眉毛聚而不散 坐视有始有终 能力是有的 但是根基差了一些 这点从额头 也可以看出来 额头肩窄稍浅 早运一般家庭助力不多 而轮 也是比较薄 薄如蝉翼 所以先天的运势 一般祖艳难靠 单眼皮大小眼 眼为监察工 容易识人不明 加上卧蝉 比较饱满淫润 似笑非笑的神态 容易被烂桃花干扰 注意防范 但是桃花旺 贵人缘还是不错 异性贵人多帮扶 那么山根稍低 起点不高 因缘是好事多磨 鼻头带阴沟 鼻翼小 猎险精明和小气 但是婚后适合掌管家财 唇薄而翘 虽然薄情寡义 但是心态积极阳光